人家都说一醉解千仇 可是我为什么喝了多少酒 还是不开心的 不是说好让你陪我喝的吗 听我吐槽现实理想道路上的坎坷 但怎么变成我陪你喝了 又是因为裴上轩 他上个月就出来了 可是我在去他们家的时候 他们已经搬走了 你说 他就是不想联系我了 对不对 我好后悔啊 为什么高考后的那个夏天 一直没有联系他 如果我早点联系他 是不是就不会是这样的结果 莉莉 你还记得上次聚会 我们谈到各自对未来的理想吗 那次你不肯说 我就猜到了 陪尚轩是你这辈子放不下的心结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么多年 我只是陪伴在他身边 可是有些话 我怎么都说不出口 丹尼儿 你说我是个单小鬼 对不对 对不对 你是太认真了 付出越多就越害怕失去 你害怕跟裴上轩说你喜欢他的同时 却被他拒绝了 到时候你们连朋友都做不成 你太了解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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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从未得到过 从未得到过 你就不会害怕失去吧 或许陪伴 暗恋 对他对我 都是最好的相处方式吧 傻瓜 暗恋是一场独角戏 对你很残忍 对赔上轩也不公平啊 其实喜欢一个人跟被一个人喜欢 都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你应该勇敢地踏出那一步 给自己一个机会 你给裴上轩一个选择的机会 可是现在已经太晚了 他已经搬家了 我都不知道要去哪里找他 我可以带你去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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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你也要有心理准备 这边 我不好意思借过一下 你带我来这干嘛 我在这里见到过他 裴上轩真是太过分了 这种地方他应该也不想见到我们 你还要去看 我 Architecture 我功夫 你拿一下 你拿下个多 emotion 我这样吧 我去看看 你赶紧 你拿下 algo 你拿下一个 我来的 你把你带